他們來我家 我是躺在地上 把我們兩個當作家人 那真的就是家人 而那個哭是Ugly Cry 那種三天三夜不吃飯 你看你這樣講講 我又要哭了 時間會過去 可是有的時候 你是真的覺得你笑不出來 有的時候笑是強言歡笑 兩個月的時間讓我感覺 兩個月前是一個人生 兩個月後又是另一個人生 很多人可能會問說 為什麼你如果是三月離了婚 你為什麼暑假才公布 其實暑假大家比較不會注意這些事情 然後暑假可能就是 學校也沒有在上課這樣子 其實是對家庭的考量比較好的 當然我覺得身為工作人物 我們有這個義務要讓大家知道 而且我本來就是一個 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也不能因為說這個事情已經是事實了 然後你還假裝它不是事實 然後你還要 你到底在節目上你能講 你能分享什麼 不能分享什麼 就變得好像字字烏烏 也不用講太多 當然不要去影響別人 但是at the same time 也不希望好像 自己的truth又不能夠跟你們分享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都會說 喔 那個時候你在你的社群上面 你發佈這個變化的一個公告 為什麼後來撤掉了 因為我們要回來工作了 那工作你們大家也知道 我們身為藝人 我們的社群是工作的一個平台 那沒有人希望說 他的工作的po文是在你這個 的後面第一個 會影響你這個整個牆面上面的一個 一個視覺 所以我們覺得要公平 然後公平我們當然是 先隱藏這一則 因為其實可能也過了一兩個禮拜 大家都知道了 後來就有媒體就想說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你是不是沒有離成婚 所以你把這事情又弄回去 那這是很千真萬確的事情 就是這個事情是 都已經結束了 空白就是空白的喔 我沒有用到可白把它塗掉喔 其實經過這個事 我覺得說 欸 我感覺更輕盈 就是說我沒有包袱 像我爸媽他們也非常支持我 那我當然也希望 就是說他們不要太擔心 當然如果你看起來OK 他就會OK 欸 我不OK的時候 他們都看到了 這很恐怖欸 這是歇斯底里 就突然間爆哭 而且是坐在地上下爆哭 然後身體沒有體力賺不起來 要躺在地上這樣的哭 他們來我家 我是躺在地上 然後我們兩個當作家人 那真的就是家欸 而那個哭是Ugly cry 你會忍不住想要去扶他 覺得他要倒下去 然後就問我欸 然後又擔心 我怎麼遇到這種事情 然後又哭 哭完了又開始 有點憲實底里太累了 過度累又開始笑 然後就三天三夜 不吃飯不喝一口水 你看你這樣講講 我又要哭了 時間會過去 可是有的時候 你是真的覺得你笑不出來 有的時候笑是強言歡笑 所以我們就是要跟大家講 You know You know 頭甩一甩 往前走 不管你今天是在人生的哪一個階段 或是你今天在經歷什麼樣子的快樂 或是痛苦 或是挫折 或是擔憂 或是挑戰 You just go on and live your best life 因為他一定是會在那裡迎接你的 你一定要相信神的